立法院院長 你看好誰 我看好喔 我看好韓國瑜吧 畢竟他們國民黨的席次這次比較多啊 你看好誰 韓國瑜喔 因為有習坤不認識喔 立法院長 你看好誰 一定是韓國瑜 對對對 因為我是韓粉 對對對 對 我要征服宇宙 你認真嗎 沒有啦 其實我自己覺得 韓國瑜他有一個領袖的魅力 我自己覺得 他的魅力太特別 太獨特了 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次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人看好他會當立法院長 你看好誰 韓國瑜吧 因為我跟他比較不熟 你跟誰比較不熟 韓國瑜吧 他比較好笑 幽默 幽默的好笑 我跟游錫坤我不熟 韓國瑜或是游錫坤 你看好誰 我個人嗎 我很希望 我很想要講韓國瑜 他比韓國瑜 他用手比韓國瑜 說我可能比較中肯吧 說韓國瑜 對啊 我大國瑜哥啊 韓國瑜 你覺得是他 我覺得他應該會中 為什麼 其實我比較偏袒韓國瑜一點 我比較喜歡韓國瑜一點 為什麼 就我不知道耶 他那時候去選高雄市黨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錯 對對對 看的是有沒有在用腦之類的 我講實在其實我也覺得 不管哪一個黨裡面一定都有那些不會做事 或是貪污的啦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我選的就是有在用腦的啦 要是他們兩個嗎 只有這兩個 那應該是韓國瑜吧 為什麼 因為他在網路的聲量還不錯 我覺得謝龍介還不錯 對啊 因為他那個嘛 醫生只監督賴清德嘛 所以我覺得他當立法院長還不錯 謝龍介 對啊 你看到誰 因為我不認識游錫坤 是誰 我也不認識游錫坤 被韓國瑜騙過一次就不會想 那你就選游錫坤 對就選游錫坤吧 給韓國瑜吧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 比較好一點 其實藍跟綠其實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藍跟綠其實都差不多 這兩個真的要選我 只會選游錫坤吧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就是各種 各種講大話 這兩個我可能比較偏向 游錫坤吧 因為我覺得韓國瑜他 比較算是講話 可能會講話 但是你說做事嗎 可能就還好 嗯 我比較想韓國瑜 因為可能被罷免過就害怕 然後就會有一點經驗 下次就不會這樣做 就是做更好 我應該 我希望韓國瑜選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 因為我媽喜歡韓國瑜 你媽喜歡韓國瑜 韓國瑜跟游錫坤你看好誰 韓國瑜啊 為什麼 媽游錫坤混蛋 韓國瑜 韓國瑜 跟游錫坤看好誰 韓國瑜啊 韓國瑜 因為那個習字問題啊 比數的問題啊 民眾黨不是 蠻支持國民黨的嗎 那我自己是希望 游錫坤當選 但我看起來應該是 韓國瑜會當選 對啊 因為我也是投綠色 對啊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 游錫坤當選啊 當然是最好啊 多數民眾是看好 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因為他們 不認識游錫坤